政情不時都會引述一些政壇高人的分析 有時都會有人質疑 政情是否聽聞檔新聞 有質疑所謂的高人究竟是智慧高 還是吹水能力高 上星期五的政情就報導了一個政界高人的分析 說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講期間 會與泛民代表歷史性會面 並不是行政長官梁振英的議員 事隔一個週末 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 出席本台節目時事全方位時透露 其實他上個月訪問北京時已經聽聞 北京有意安排張德江在訪講期間 與泛民有小範圍的會面 湯家驊的說法證實了上星期五正程的說法 這場的破兵會面是由北京主導 而不是有人成功爭取的 湯家驊還進一步質疑 既然北京上個月已經在救私 特首辦的安排為何那麼失當 又是否有人想阻撓這場會面 張德江這個大動作事前 其實是做了不少的摸底工作 據了解 泛民主派其實之前都有些中間人接觸他們 告訴他們北京的救賞 並且順便探聽口風 主流泛民就覺得只要獲邀的泛民 是包括民主黨、公民黨、工黨和無黨派議員四大板塊 他們就願意出席 與中央打開這個溝通之門 事實上在政改方案被否決之後 一直都有人向中央進言 就說要處理與泛民的關係 特別在本土派出現之後 不少的左派都認為 中央應該與願意溝通的泛民打開大末 不至於令到他們走向激進的一端 激進派佔領街頭、拾起磚頭 他們的抗辯理由是因為議會失效 中央拒絕聆聽或順應香港的民意 今次歷史性由領導人開啟面對面的溝通之門 有助傳統的泛民主派堅持非暴力抗爭的路線 和激進勢力劃清界線 中央人傾力游說 排除曼蘭才能安排這場40分鐘的握手會 但泛民沒有爽快應約 收封人都有一些軟言 據聞天馬藍也有人勸泛民議員回心轉移 在小範圍會面之後出席歡迎晚宴 不過已經被泛民斷言拒絕 張德江和泛民交手可以追溯到2005年 當年擔任廣東省省委書記兼政治局委員 曾邀請立法會全體議員訪問廣東 展開泛民的破兵之旅 當中還包括武回鄉政和新兼資料會成員的議員 那場會面之後 北京對香港的政策吹了幾年的和風 十年人士幾翻身 張德江已經成為中央界的第三把手 今次再破兵 又是否意味著北京再次轉風向 我們會繼續為大家打聽